哈喽,大家好,我是已经彻底放弃求生欲的Miss YY小爵,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期视频和大家聊了一下有关于油腻男穿搭的雷区 可能是真的命中率有那么点高 所以就收到了不少类似这样的留言 基本上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就说男人嘛,只要有钱有权就行 像什么外表啊,对男人来说真的不重要 这里呢,我特别想要让这些男性同胞们认清楚一点 就是,你完全可以忽略周围女性甚至你老婆女友对你的嫌弃 但是呢,你是永远都不会享受到那些真正优质男士们的特殊待遇的 当然这里也有不少非常虚心好学的男同学说了 诶,你说的这些点啊,我一个都没有 那么是不是就说明啊,我不太油腻了呢 当然外表绝对不是判断是否油腻的唯一标准 甚至呢,可以说他占到的比例啊,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这期呢,我们就继续来深挖一下 看看男生到底有哪些行为呢 是让女生啊,最为反感,最显油腻的 那么首先这里呢,我就要先补充一下我上期有辣调的和外貌有关的部分 也就是小姐妹们留言反应最多的 就是有些男生啊,他喜欢留指甲 因为你看啊,像我们女生朋友留指甲呢 平时做做美甲,完全是为了蠢臭美 那么,各位男士留指甲是为啥 而且呢,有一些啊,其他指甲呢,都绞得非常干净 就唯独啊,把那个小指甲呢,留得特别长 而且呢,他那个指甲会微微的泛黄 有时候呢,甚至有点发黑 我真的有去网上搜了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男生喜欢留这个小指甲的问题啊 我发现呢,竟然有种说法 就是说,他能避邪 我觉得避邪这个事情啊,肯定另说 但是呢,他们真的是完全把它当做瑞士军刀来使用的 平时呢,我们就特别容易看到 他们就喜欢用那个小指甲盖来抠东西 像抠牙缝,挖鼻孔,还有掏耳朵,还有挖头皮 真的,我们每次女生看到这样的指甲 我们脑袋里面最快浮现的就是这些画面 像这样的说呢,我们真的是完全不想跟他有任何接触 其实这个就属于最基本的个人卫生问题嘛 真的已经属于最低的要求了 不过,当然这里我还是呢,要帮非常极小的一部分人去澄清一下 就是,有些人呢,他留指甲,他是有一个职业需要的 而这些作为一个职业需求呢 你们绝对不在我的控诉范围之内 但是呢,只要你留指甲,就是千万就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指甲里面有污垢 这点是最重要的 同时呢,还有关于个人卫生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臭男人 说实话,我觉得这么基本的,我真的是想都不想听 但是呢,还是收到不少小伙伴们的留言啊 就是说很多男生呢,真的是不喜欢洗澡 有些呢,还不喜欢换衣服 哎,你远远看上去呢,就觉得还挺正常的 但是呢,当你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啊 你就能闻到他们身上那股浓重的油耗味 或者是那种汗臭味 哎呀,真的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啊,出门不洗澡的 如果你是天生汗性过于发达的 其实这里啊,我有一个很好的产品推荐给你 就叫做止汗剂 平时呢,你随身带着多喷喷就好 当然了,香水呢,它也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呢,它绝对啊,只能啊,给你锦上添花 因为呢,你如果想要用香水来遮擀汗臭味 是绝对行不通的 它呢,只会把这个汗味啊,就是发酵的更为刺鼻 所以这里我真的要奉劝这些男生 你们日常千万别指望用多喷香水可以掩盖你们身上那种臭味 它呢,只会让我们闻得更难受 更远离你们 而且你就勤洗澡,勤换衣服 你就不会臭了呀 那么我们外貌的部分呢,就先到这里 今天的重点呢,其实啊,还是那些油腻的行为 对于男生来说啊,确实呢,油腻感啊 很大一部分啊,都是由日常的行为举止所决定的 你看像很多男明星 他们呢,是属于要颜有颜,要身材有身材 外形上呢,还有专业的造型团队帮忙打理 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在一段时间呢 会被冠上油腻男星的称号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耍帅不成,凡便有 像这种场面呢,我们最容易啊 在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无脑偶像剧里面找到 这里最常见的嘛,就是各种脸部抽筋的油腻表情 像什么wink眨眼睛啊,还有那种邪魅一笑啊 这些都属于入门级别 稍微过分一点的呢,就是舔嘴唇,咬嘴唇啊 还有慢动作撩头发 终极的操作呢,就是以上所有的表情 再加上大滑步,大转身,一些极其流畅和妖饶的舞蹈动作 他们基本上想表达中间思想呢,就是 你看我帅不帅,我帅吗,我帅吗 你是不是已经被我迷的不行不行了 不要啊! volo,不要啊! 而且我最近发现抖音啊,它真的是一个大型的油腻男子 批发集散地 我们就随便的刷一刷了 就能够非常惊喜地发现各种油腻性物种 而那种没事卡点绣服肌的 我要开始中 还有呢就是那种天天把镜头啊 当成女友各种乱撩的 宝贝起床了 去吃饭 不想起 那我要向你杯子了 还裹得更紧了 那 我要 当然我们绝对也不能忽略这种 一言不合就扭屁股开调的 你不要过来啊 还有我一定要提一下 我昨天刷到的这个视频 像这种装可爱的呢 你真的是令我们所有的女性啊 都甘拜下风 次那我真的做不到 我当时就觉得我童年的滤镜 还顿时吸碎 你说你都奔舞的人了 大哥你有必要这么拼吗 但我说这里可能有很多人会反驳我啊 就说这些人啊 也就是网上修一修影视化处理一下 日常生活哪有这些 我觉得你们是低估了这种油腻行为的传播能力了 所谓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啊 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日常我们生活中碰到的这种呢 动作表情没少做 但是呢 它的颜值呢 又不到 所以啊 这种油腻杀伤度啊 就真的是成倍增加 我这里呢 就斗胆代表一下 各位广大女性呢 友情提醒一下 有以上行为的男士们 我们是喜欢帅哥 没人不喜欢 但是呢 我们是喜欢那种比较帅而不自知的 就算你是知的 那么也最好装作不知 以免呢 就造成认知偏差 其实除了以上对自己外貌极其自恋的呢 油腻男的自恋呢 可以说是渗透到了各个方面 比如说啊 对自己的社会地位 人生阅历 当然了 还有个人财富 所以呢 我们会经常发现 有这样一类人啊 他们就特别喜欢好为人士 他们呢 就属于刚见面 打了个招呼 还没聊几句啊 就开始给你上课 帮你规划日证了 哎姑娘 别下折腾啊 趁现在还给你资色 赶紧找个人把自己给嫁了 女生呢 搞什么事 你再搞 你搞得过男人吗 你说像这种人 他说这句话的目的呢 绝对不是说什么单纯的想要帮你 真的要为你着想 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 无论什么样的话题 只要经过他们这么一描述啊 最终呢 动得神奇的概括为 老子就是最牛逼的 当然这里同时呢 也包括了那些比较喜欢炫富的 像他们呢 就是经常喜欢在金钱的世界里遨游 无法自拔 就像我上期提到那些喜欢大金链子 大金表 名牌大logo 这些某种程度上呢 也代表了他们的态度 而且更有意思就是 他们也特别喜欢选择在人多的时候 以及公共场合啊 开始大奖特奖他们的项目还有生意 这个数字啊 也一定要是以千万和亿啊来做单位 而在撩妹的时候呢 他们通常也只会呢 用钱作为话题 所以这类人呢 通常最后会发现 他们撩到的女人呢 对金钱绝对要比对他们感兴趣多了 而且我发现像这类自我感觉 非常良好的油腻男呢 总觉得自己是撩妹高手 和女生说话 要么就是直勾勾的盯着 就女生的敏感不为看 要么就是动不动的老司机开车 特别喜欢开黄枪问一些隐私问题 还有呢 就是直接刚加上微信就来一句 哎妹咋你有点真哦 哎呀妹咋长得不错哦 哎你们真的是有多即可 而且通常在拒绝他们之后呢 你会发现啊 他们会迅速变连 就直接骂马咧咧口出恶言 把你呢拉低到啊 和他们一样的水准 当然这里同样还包括那些 平时比较喜欢骂粗口的男生 特别没有羞眼 说穿这些人呢 就是缺乏了对别人起码的尊重 尤其呢是对于女性 其实这些啊 就是我们认为的普行男 而且又讲到最后啊 我发现所谓的油腻男呢 确实没有特别的硬性指标 一旦一个人呢 有足够的人格魅力 就会很难啊变得油腻 所以男生们 只要你把握好了边界 掌握好了分寸 你就会天生自带清爽滤镜 啊那么以上就今天内容啊 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也记得给我点赞留言加转发 那么我们下期见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